现在只要孟晚舟能够无罪释放 国家一定会能够派出飞机专门去接 不能够让他再留在国外了 美国政府的狼子野心已经是彻底的报复出来 加拿大如果做出释放的决定 证明已经他进行了抵抗 所以美国政府会更加疯狂的进行报复 只有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才是最安全的 并且是早点飞回来 加拿大的人并不是都是夜猫子 他们也是白天进行工作 而且工作时间非常短 尤其是政府部门 是严格按照他们的休息制度去做的 只要到了下班时间一定是不会拖延 而这么重大事件也不可能进行加班加点的审判 这个是因为北京和加拿大的时间 是相差了15个小时左右 这个在地理上的知识 大家都是知道有时差的 所以加拿大的任务可能就是现在北京的晚上 我们正在等待着审判 当初的美国政府居然是通过加拿大政府对孟晚舟进行了扣留 而且也非常的荒唐 所有人都无法想象 加拿大居然答应了美国政府的要求 就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 而现在已经是过去了一年之久 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知道美国又一次害怕中国的崛起 华为象征着中国某个方面科技的力量 已经是让美国感到威胁了 身为华为的继承人孟晚舟将是美国的心头大患 于是美国就运用了卑鄙的手段进行扣留 可是那个时候孟晚舟并不是在美国 而是在加拿大 她通过加拿大政府将它扣留了 可是并没有准确的证据 只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延长 而现在加拿大政府准备进行审判 相信一定会有正确的结论的 我们正在期待着孟晚舟回来的那一刻 英雄受到了委屈 不能够在英雄流泪了 因为我的文笔有限 无法表达我内心的感慨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评论 英雄值得我们赞美